10月21号到25号即将迎来台东县达人乡 土版部落五年一度的重要记忆 Maldafa五年记 而且是全台唯一百年来未成中断的五年记忆 而今天也特别在土版部落举行五年记记者会 活动中也结合了土版时间市集和古摇占演 希望有更多旅人走进部落深度认识排湾族与部落文化 土版村的三家传统领袖手拿着珠杯口中念念有词 这是他们在与主力的对话 10月21号到10月25号即将迎来台东县达人乡 土版部落五年一度的重要记忆五年记 也特别在今天举行记典前的记者会 我们的烟然然升起 代表土版的记忆文化永垂不朽 保留了这样子一个更古的文化 而来一乡甚至到泰武乡也在附赠 这样子的一个马德伯的一个习俗 所以很重要很重要的是 10月21号到25号 我们希望可以达成 平东台东双东交流联盟的这个起源 马德伯五年记是排湾族各类记忆中 规模最盛大象征意义最丰富 族人为了迎接大武山竹林以及神灵的探访 而举行的记忆又称人神盟约记 虽然经历日本殖民统治以及外来宗教的传入 但从未中断过 至今仍保有相当完整性 此记典不仅代表着神与祖灵的祝福 更维系着整个部落的团结 对排湾族而言是最隆重的传统记忆 图版的五年记其实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做资料的搜集 就我所知 那刚开始呢 就是小小的在搜集一些我们传统记忆的文字影像的搜集 那慢慢的我们看到聚集更多的人 希望能够把五年记的记忆能够更完整 能够更回到当初我们的传统记忆的那个感觉 所以今年县政府跟乡公所共同把周边的设施 做了一些简单的修整 在这里能够持续的努力 更希望公所立委中央能够跟县政府我们同心协力 来完成这样一份责任跟使命 县长饶庆年也表示 台东县市难道文化的原乡 有丰富的传统原住民元素 为了支持部落传统文化 政府也会协助周边的设施改善 以及投入资源办理活动 也期盼让世间看见百年记忆的维护以及传承 记者杨子轩达人相报道